我们再来关注前塘江流域的情况 受到上游强降雨的影响 浙江前塘江的重要水源 新安江水库的水位 昨天上午达到了历史最高位的108.43米 在7月7号开三孔泄洪的基础之上 新安江水库昨天上午九孔全开泄洪 从来没有过 九九年的时候起到八个大米 六十年代是四岛 那个还不占真正的泄洪 它一个撬头 它主要起到一个缓冲对霸底顶部的水的通质压力 撬起来以后打过去 快到八十米到一百米 下游前塘江流域的防信应急响应 也是提升到了一级 浙江铜炉县有七个沿江镇街 受到此次新安江泄洪洪风的影响 那洪风来临的时候又恰逢是降雨 沿江镇街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再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于晨 昨天从现场发挥的报道 我现在是在浙江省铜炉县同军街道的东门码头 那么这里也是分水江和复春江两江的交汇之处 今天上午上游的新安江水库 开放了这个九闸的泄洪 那么整个流量是达到了七千八百立方米每秒 那么分水江和复春江的整个的两江汇合的流量 已经达到了一万四千立方米每秒 那么此时此刻 这个洪空已经到来 大家也可以看我身后 现在江面的这个水位是持续的走高 大家可以通过岸边的这个路灯 可以做一个参考 刚才我们问了附近的工作人员 就是平常这个灯杆是在码头岸上高出大概三米左右的位置 那么现在啊 他们说现在整个水位没过了码头 已经没过了一半的灯杆 大概是比平常高出了五米这样一个位置 那么今天当地也是持续发布暴雨 橙色预警信号 可以说今天是天上地下两边的这个水量都同时的夹击 那么从昨天晚上开始啊 当地的党员干部也是对沿线涉及的七个政阶的老百姓 进行了一个转移 截止目前呢 已经转移掉了两万四千余名的这个群众 那我们也是了解到啊 洪风到来之后呢 当地也会重新划定这个受烟的区域 从而来扩大整个一个群众转移的范围和数量 那么今天呢是这个高考的第二天 我们也是从当地的教育部门了解到 当地也是全力的做好保障的一个工作 一校制定了一个方案来确保整个高考如期进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线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